上一段我们聊到这一个逃犯条例 基本上本来的原意 可能就真的是为了这个要救法论法 但是为什么会有百万人上街头 七个香港人就一个被情绪挑动起来 走上街头争取权益呢 想必中间不管是误会很深 或者是本来就有一些摩擦的情绪 被挑动了起来 所以会有那么多人上街头 这上街头是一个事实 那这些年到底香港跟来自于大陆的民众 在生活上面层面上 有哪一些摩擦被挑起来呢 简单来讲 很多香港人说他们爱人民币 但他们不一定爱大陆人 因为在很多个面向 都起了一些资源上面的争夺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在香港买奶粉不容易 在香港要看病等床位不容易 要去生孩子 要找月子中心也被挤满 那香港人也觉得说 他们的房子变那么贵 也是因为很多路客来炒房 之前要征服选也落空 所以长期来生活层面 各样的一个摩擦 或许这次被情绪挑动了起来 那我们看其实台湾也是 台湾本省人跟外省人 外省人刚刚随着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呢 摩擦也很多 也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慢慢的磨合 到了现在第二代第三代 你去问台湾跟外省 好像到第三代感觉没那么明显 但之前有没有 之前绝对会有 那我想问一下老大 你觉得随着时间拉长 那个摩擦会磨合融合 还是借地更深 那首先我觉得说这个他本身要醒悟 香港的官方要醒悟 当家的要醒悟 第一个在民心来讲 香港人他过去 他过去是很自信的 那现在是有点气垒 他以前气很慎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50年前读大学 那香港乔生狂得很 傲得很 我们都很谦卑地看着他们 他是这样 那但是大陆呢 以前是自卑的 现在是自负的 以前三四天 我们这个不如这个 又不如台湾 又不如香港 又不如新加坡 那现在呢 是有点就是自负 所以双方有这个 你不要看 香港新加坡都一样 他们所有的贵族学校 现在前三名都被大陆人包了 因为他们很多人 大陆很多很奇怪的人宅 所以给他们信息很大打击 还有呢 大陆的很多人渣会往香港去 这个小孩曾经堕胎药 没打掉 结果怀孕了 怎么办 到香港去生 生的正常就抱回家 生的不正常 父母都溜了 然后把一个有畸形的小孩 丢给香港人去养 那这些呢 都让香港人恨之入骨 因为这是他们的福利嘛 所以这个是有 那另外香港的官员 过去呢 英国人统治有个习惯 精英统治 是不耐甩人民的 他们是精英 那接受了这些官员呢 也有点个精英 就像这个 这次的厕所 这次问卷 问了4500个精英 4500份问卷 结果4500份 3000份赞成 他就觉得 那是精英的决定 不是人民的决定 所以人民常常是误解 所以我觉得对香港 要追求 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个 台生香港的港桥 在台湾那边讲的一句话 我们香港人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军援 我们要自由 我赞成 但是我是觉得 自由要有法治 民主要有理治 我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 这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你弄清楚了没有 你有没有去看 你这个大法官 陈宏毅整个分析 尊严要有品质 你要有一个品质 你是一个大学生 你不去好好看吗 你就跟人家起哄 还有另外一个 就冲突要有节制 双方在气头上 你这一次香港抓到 你没有囤积砖头吗 你没有囤积一些铁棍吗 然后 所以我觉得节制 香港政府知道聪明 清醒了 我不在你火上加油 我暂停 我不审了 我跟你动 然后让这些 已经准备要在工的 准备趁势而起的人 可以退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双方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慢慢 要给民众了解 你为什么不举一个辩论 哪个可不可能发生 哪个可不可能发生 那整个是什么 那还有一个现在就是说 美国要对中共 等于是民干起来了 未来十年 不管是科技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货币 不管是文化 都会斗 所以这个斗的时候 绝对是要防他的这个 老大提到一个 香港人的自信 这个明显感受 因为像小弟以前成长的过程 最夯的是港星 四大天王就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出来 哇 港星很红啊 那现在港星就被韩星取代了 现在大陆是韩星 你说香港的金融 也被很多大陆的深圳吸附过去 所以香港人的确不管在金融或者是在流行文化圈 或许没有像过去媒体的关注度这么高 的确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说到港星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香港人 其实这个我为什么特别来聊 就感觉很多时候好像跟台湾很类似 台湾碰到事情的时候 政治人物 民嘴或者是艺人 都被要求你必须要表态 你怎么看这事情 现在所有的香港媒体也都逼迫香港名人 有分量的人必须要表态 像是黄秋生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就写 他贴两个字感对比的照片 他把这次发生 在2019年这次街头上面反送中 出现了场景的照片 跟过往的纳粹做了一个比对 他觉得很类似 就被盘查的样子 但同一天 成龙也是有分量的人 他po出了跟周杰伦喝下午茶 结果他就被骂到爆掉 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国难当中 或者整个社会在这个状况情况之下 你有心情要下午茶 所以要求所有艺人必须要表态 像这个何韵师第一时间在第一线 他就受到很多民众的赞扬 但你好像如果这时间点贴出了吃喝玩乐 你就惨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郭委员好了 你看学界的老师 演艺圈的明星都被要求表态 香港的社会撕裂 这种感觉台湾社会的来绿分裂很类似 香港分裂会越来越大吗 不其实你刚刚举了一些香港 在大陆很多人进来之后的一些抱怨 那已经在反战中表现过一次了 可是我觉得 曾杰还是要解决我们赖月仙老师刚刚讲的那些 那些才是核心 就是你过去是殖民地 所以对于那些情报人员 对于经济犯 你是没有办法做适当的引渡 我讲的是大陆跟香港之间 你没有办法引渡 那你现在觉得是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引渡体系 可是问题是你又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 而且你又说有香港有司法终审权 所以这里面就是香港的人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调判条例之后 香港的终审权如何维持 你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嘛 那美国人引入回美国人 这个终审权就没有那么的介意凸显出来吗 不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比如说孟晚舟在加拿大 美国现在要遣送到美国受审 也是要加拿大法院判决 所以重点是香港法院可不可以参与 那个遣送的过程 目前是没有 没有 他本来就有 他是在增加了一个 本来是有 我跟你讲 他是两个 如果是有 他是特首跟法院的终审 法院的终审 他是法院终审完了 法院同不同意 法院同意完了 给特首批 他是更审慎 他是法院同不同意引渡 法院完了以后 再有特首批 媒体有报老师直接特首批 那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 香港人就等于 对他自己的法院都没有信任 你想对了 他们本来他们是要求 是要由立法会里面来决定 就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 对 他们要由立法会的司法委员会来决定 但是 在这个法律里面 他是由法院来决定 那香港人说 我不信任这个法 那你如果这样讲 香港人连对自己的制度 都没有信心 对了 所以那个 陈鸿毅会赞成这件 这一两天 全世界都有法院决定 就是说国际评论家 他们讲了一句话 说我们把水搞混了 因为他也是被外面的一些举论 以为这样以为这样 后来他们整个看了 那个陈鸿毅的一个 一个整个那个 老大 我跟你讲 针结是在于 他遣送是不是经过香港 制度参与会审 那会审到底哪些人有公信力 你一定要让香港人觉得 这些人是有公信力来参与会审 而且你记得过 你不要忘了 他假如说没有一个 大家觉得可以移的人出来 那会更大的政治 所以你有媒体报的直接说 不会去冒这个险 有真心的人物 特首可以直接批 批示让他直接 没有没有 要经过法院的才给 确定 要经过法院的 他是这样子 是因为本来就是要经过法院的庭长 他的判决 就是这个证据 或是他的罪行 那么该不该被引渡 被遣送 然后再经过特首的同意 所以他是一个双门槛的一个制度 先法律考量再政治考量 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又被政治操作成为说 由于香港是地方政府 是特区 所以他的法官一定会承受到 中国大陆的压力 所以他一定会去迎合上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的地方是在于 香港的法官又不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当官 不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升更高的一个法官 也就是说香港的法官 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个法官 这样子的说法 就刚等于先委员讲的 香港人连他们自己的法院 都不信任的情况之下 其实本来 香港人本来就是信任他们的法院 他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被政治操作成为 这也是中学人很多 特别多 所以纽约时报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纽约时报也不敢这样评论 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有问题 就是纽约时报在评论的时候 他也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来自于 香港人对于中国大陆的 司法制度的不信任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来自于 然后香港的行政跟司法体系 抵挡不过中国大陆 他们一定是这样认回 但是纽约时报他自己本身 在评论这个部分的时候 坦白说也软弱无力 因为他也不敢评论这个37条的内容 是因为37条的内容 在法律的见解上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对 老师没有问题 因为这经过像谈话节目 老师或委员经过这样讨论之后 我们把那个真正的过程 跟细节点出来 大家可能比较能够知道 但新闻的篇幅如果是一分钟 加上新闻媒体的标准 这个方案的可能性 就马上就有人答理说 就完全不可能 就等下化成等号了 这个逻辑又站不通了 站不脚 是因为你的及格跟不及格 或者崩解 是站在哪一个水平线上来去比较 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是有个比较嘛 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个答案 那这个答案你对几题 那是对50题 那你就说你是50分 你对60题你就60分 那我们说我们的及格分数是60分 那假设我们是这样来定 那你要有个标准线 要定出来 如果说假设你一国两制的成功跟失败 是以英国殖民香港时代的一国两制 作为对比线 那这个现在的香港的一国两制 远远比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 的一国两制更好 因为在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 你要看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它是分两阶段 一个是在1983年 跟一个在1983年之后 那83年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1983年之前 柴契尔到北京去谈判之前 那时候他是没有打算要归凡香港 所以在1983年之前 没有要打算归凡香港的 香港是什么情况 1983年之前的香港 在更早之前 看电影要唱国歌 国歌是唱谁的国歌 英国的国歌 他们的中学的教科书 写的是英国的历史 写英国皇朝史 香港的特首是英国直接派的 总督是直接派的 而且呢 香港政府的所有的采购 优先要用英国企业 老师 我先问 身为教授的您 都可以讲得这么的清楚 但是来因方面 要选总统的人 我都没有觉得他们讲任何人 讲得像你这么清楚 脑袋有问题嘛 因为 脑袋有问题 他那句话说是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失败 嗯 这句话还比较说得通 是啊 而不是说一国两制失败 是 你把它简单讲 我直接给你简教 请教一个简单 这个是政治 我只要简单 请教这个非常简短 你觉得蔡英文这次初选可以赢这么多 跟反送中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所以说绿营获利嘛 对不对 简单 因为刚好6月10号到12号做民主 那你关系他这段时间 蓝营所有要选总统的人 或是蓝营高层在回应这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进退时局 或者是没有办法像老师这样 讲得很清楚 他们论述在两岸部分 本来是强行 郭总统就直接follow我们了吧 所以说一国两制失败嘛 是 那韩国瑜既然说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这个也是太离谱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总要关注吧 那至少他也要学国民党的基本反应嘛 所以我们希望理性沟通 那民主人权很重要 大家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样讲就好了 是啊 为什么蓝营的人没有 感觉好像就直接讲到一国两制 我只要稍微有点觉得说 想要分析 觉得说现在的一国两制 比当年英国还更好 感觉就会害怕 把他直接跟 跟红色化成整号 有问题是英国那个时候是 殖民地 对 所以一国两制大家本来就认为 应该要比殖民地更好啊 因为现在是收归中国 你又不是殖民地 那请问一下 对不对 所以人家对比线 是你承诺的50年不变 做到什么程度 不是 如果是这样 人家的对比线是整个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独派的 为什么会那么去赞美 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把他说成是日治台湾 没有 我没有赞美 没有 我说独派 有些人 怎么会把那个 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把他美化到那个程度 还说日治台湾 香港也有种 那也是一国两制 不是 我说香港也有种 对 我说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也是一国两制 我再请教一下 那是殖民地 我在简短下请教委员 你觉得这一次 林郑月娥 态度关键的一个转变 跟来自于北京 希望事态不要扩大 有没有关联性 当然有 我坦白说我认为这么多人上街 超乎林郑月娥跟北京的想像 北京担任的是什么 包括了 大阪集团提到登场 包括美中的谈判 包括他自己要庆祝70周年 因为你如果事情在短期内 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本来是6月20号是deadline 你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解决嘛 那不如说说我先延后 可是这个案他不会撤啦 因为 确实賴月娥老师讲的对 就是他想要建立一个正常的体制 可是又不能够抵触香港的中审权 所以这里面要有一些细节 还要再调 坦白讲他应该更聪明一点 就一开始不要弄到37种罪 所以简单来讲 因为有些人会怕嘛 对于这个逃犯条例 北京是不会让步 但是他也不想事态扩大 他有可能 所以细节才需要沟通 他有可能这样 因为本来46项最减到37嘛 所以他有可能再减 可是基本架构 他认为需要 OK好 这个我们归结在香港特朗这部分呢 可能真的是就法论法 这可能前提是如此 北京方面呢 对于这个法 基本上他 或许从40多 3到20几 但这个法 他基本上的立场是不会让 但时间点 要不要这时间推 因为北京现在担忧的是 真的是多的 不管是贸易战 或者是自己其他的事情 但是对于台湾来讲 这十几年的timing 就非常敏感了 因为随便一个操作 蓝绿 或者是加上科文 这是三位 三方人马 如果说 就像现在的民调所讲 他们差距都不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反送中 或者再恰半年 有进一步发酵的机会的话 那影响就是 2020总统可能完全 变不一样的一个人